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波妮美乐滴 今天拿 三粒欧巧克力蛋球 DIY的玩具制作一下巧克力蛋球 那么现在就开始吧 GoGo 首先箱子里面有 说明书 装饰用贴纸 发装纸 卡通角色制作模具 最后是烂球制作本体也在里面 波妮美乐滴呢 为了美味的蛋球准备了 巧克力和各种好看的 装饰糖果 首先要为我波妮美乐滴制作 粉粉的美乐滴巧克力蛋球 送给我自己 波妮美乐滴呢 已经融化了巧克力 不过颜色太白 放一些粉色使用色素吧 你们快看很漂亮吧粉色 接着呢 把巧克力倒入模具看一下 没关系呢擦掉就可以咯 大家快看 太好看了吧 已经开始期待咯 现在呢 需要把这个盖子盖上去 但是可能刚刚不太贪心 放了太多 不过还是盖上看看 怎么办朋友们 没关系呢 不会影响它出来的情况 像这样 关好以后 给它动上吧 现在要继续制作一下 装饰弹处的卡通角色巧克力 在这些 墨剂中 当然少不了可爱的美乐滴 那就利用巧克力笔 把可爱的美乐滴装饰一下吧 等待美乐滴凝固的时间 再来制作一下其他的吧 大耳狗呢 我利用了橘黄色 表现了一直正在 害羞的大耳狗怎么样朋友们 我好心里吧 星星 需要用紫色的来装饰吧 怎么办 我女平时最喜欢的 骷髅米就在旁边 那骷髅米 到底要不要装饰呢 确定了 我要装饰 骷髅米用 红色 红色会太吓人吗 我回答 也许会更漂亮 用红色装饰一下 非常棒 现在 就把这些做好的 冷冻进来吧 朋友们 制作卡通角色巧克力的时候 巧克力蛋就已经全部凝固了 打开看一下 公开 哇 是不是看起来非常光滑呀 另一面也打开看看 太漂亮了朋友们 但是呢 还没有结束 有手心拿下来 每次这个时候 我呢 都是容易失误 好 那就这样 蛋球完成 刚刚取单的时间里 卡通角色 巧克力也已经凝固好了 朋友们 不要太过惊讶哦 没了地 走得很成功吧 天哪 太可爱了吧 白白的脸蛋 周围是纷纷嫩嫩的颜色 完成得太好了 其他的卡通角色 怎么样 拿出来看看 究竟 刚刚担心的事情 还是发生了 二个部分锻炼了 怎么样 没有耳朵的 骷髅米 粘到蛋上的时候 就这样粘的话 没人看出来 接下来 星星也做好咯 天哪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 为什么这样 朋友们 再这样放一起的话 谁都不知道 只有不你知道 好 怕架口一定要小心的 看下来 究竟 啊 就得太好了吧 好 现在要来装饰一下 巧克力蛋球 装饰蛋壳用的巧克力盒 装饰蛋壳用的巧克力盒 都挑一下 首先呢 为了地真的太可爱了 所以呢 要这样来把它 装饰在糖果上 然后 这里的装饰糖果 想放多少就放多少吧 放一些粉粉嫩嫩的糖果 再放一些 云朵样子的 彩虹糖果 最后再把 白色的可可粉放进去 在上面 像这样放好之后 完成 现在是要把上面的蛋壳也盖上 用巧克力笔 为了不让它看起来明显 就用粉色巧克力笔吧 再盖上盖子的话 朋友们快看看 里面装的是什么 当然不能这么结束 外面也 漂亮的装饰一下哟 偷偷 怎么样 非常漂亮吧 就这样 博尼美了地的 已经装饰完了 当然不能指错我的咯 就为了 我的朋友基尼 再做一个给它包 用给基尼的巧克力 已经融化好了 这个也好好装进去包 做给基尼的蛋球装饰材料 制作完成咯 这次先来看一下巧克力装饰 完成得太好了 朋友们 小猩猩 就这样完成 现在把最重要的 蛋壳也拿出来吧 比刚刚波尼的蛋球 做得还要更好 真的干干净净 太成功了吧 但是呢 究竟这边会是什么呀 天哪 怎么比我的 刚好呢 什么 什么 这个 好吧 要有好的心态 毕竟是礼物 是不是因为这件做鬼子 所以做得太好了呀 好 现在基尼的 也要装饰一下 这一次 先放可可粉来看一下 哇 怎么样 后面很漂亮 前面也很漂亮 最后一步 给它包起来包 包装用 这个包装纸和贴纸来 包起来包 这样放到里面了 我特别为你选了粉色 基尼 为基尼做的巧克力蛋球 完成 这个先放到一边后 先来品尝一下 刚刚波尼制作的 巧克力蛋球包 热热的牛奶盒 我一直做到 巧克力蛋球 现在把它放进去包 噗通 哇 哇 朋友们 变成粉色的牛奶了 粉色牛奶 好好喝 现在再把基尼的 美味巧克力蛋球 给它送过去包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